4月23日隋唐肚兜热酷 真空现身电视剧 爱的生存之道的发布会 尚未丰满霸气侧漏 修长眉腿更上人大包眼福 首次和姚又宁合作 隋唐直言担心姚又宁的床戏 向郭彩杰报备不通过 因为我们剧本里面有一场 非常火辣的床戏 我现在很担心 她不知道能不能够报备通过 报备过了吗 应该是还好啦 对啊对啊对啊 不用担心啊 台湾艺人对亚安地震 也是相当的关心 不少人用实际行动响应捐款 杨又宁谈急救灾条条是道 一边的隋唐 却在被问及时 只能尴尬地满脸堆笑 看来事件功课做得很是不够 当然会关心 因为这次的灾情也是蛮惨重的 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响应 大家互相帮忙